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港理台的财经ABC 录音时是星期五五月十二日晚上大概九点三 欢迎大家分享 留言 赞好和按旁边的铃铛 记得全部离开这么多段影片 正如我又讲你台 没有穷人 老美四月最终PPI 2.3% 我还以为很差高 2.3% 真是好像有些能控制 是呀 足够了就行了 裁员说 这个向着目标准法 这个就是PPI 2.3% 2.3% 也算是OK 但购除食品和文元的 其实都按年上升3.2% 即是油价和食品跌得多 这应该是油价 油价都是低诡谋的 4月 还有A军又要评论一下 就是网络网边的朋友 PPI 其实是producer price index 一般来说就是说厂家出厂的东西 所谓producer CPI就是consumer 即是我们洗钱的 所以一般来说通胀是讲CPI PPI 如果低 除了讲通胀之外 还有另一个看法 是什么呢 就是叫不起假 这个也是 所以简单来说 第一就是需求低 第二就是 你那些东西没有人要 叫不起假 又或者competition过大 叫不起假 到底需要哪样呢 就要 further investigate 交给施君 我们交给老美自己研究 哈哈哈哈 而昨天之前公布的重要数据 就是美国4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是升4.9 就是CPI 这个就是CPI 这个油价平均值都低了 虽然这个OPEC加这么努力 扯回80元 但是都站了7天左右 都五六天左右 其内 但是核心的CPI 都会继续升 无停的迹象 都是去到5.5 但是如果这样计算 如果核心CPI 5.5 这个联储物加息 也都到这个水平了 已经 嗯 是的 这样呢 所以某程度上 好像达到了初步目标 会不会呢 第一 第一 税口要高过它才可以 再加多一次 第二 可以维持 不过我就很有信心 应该可以的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经济的势头 看来不太好 最大的交易 加上股市下跌 这件事情一定达标 这件事情 没错了 整个银行股出事 银行又再出事 你放心 不要说4.9 如果-4.9 都到 如果变了recession 是的 这个是很有信心 我们对它控制的东西 其实本群由头到尾 对它控制通胀都很有信心 是的 死了就能控制到 这件事情 不如就是说通胀 不跟你说growth rate 就是死了就行了 对 所以一定做得到的 美国上周首领的 失业救济增值26.4万人 那 比市场预期多了 差不多2万人 哇 挺大的事情 是的 不跟你说growth 那这些来头企业 其实上年年底 没有事没有过 都开始炒入 我们都 预警了 因为经济衰退 真的会来的 但股市完全反映不了 我只能够跟你说 是吧 是吧 那是哪个问题 我们也跟你说过 这个股市的高位 是在加息加到顶位的时候 出现的 之前都是 2007年 2000年 都是这样的现象 你自己看看 威廉斯就说 嗯 美国就业市场仍强劲 怎么强劲 我们失业救济前一天说的 通胀就过高 言下之意 继续加息 搞什么息 没可能 那这个人 这么灯神的 他这头说完失业强劲 接着那头 这个 又多了 接着那头 通胀高的时候 又说通胀开始回落 很灯神啊 他 是啊 但由于他是 纽约联储银行的行长 所以他当然有得投票的 这个人 这个威廉斯 就是 我想他除了包工之外 第二任权威 他应该是这样的位置 他就说 我们会长时间 更长时间保持紧缩 那怎么会更长 那当然不说了 就不会加完立刻减 意思当然是这样 是 长时间保持紧缩 就是说又不减息 又不减息了 是啊 他就说不减息了 那跟欧央港那些人 上集说 昨天说这一字了 是不是 嗯 继续加 总之没有通胀为止 那花旗 要联储局再加 也加了两次 所以呢 你见上个星期 你现在美匯转强呢 你昨天看到 过去星期美匯转强 其实是因为这帮友仔大合唱 就唱的 识口 就 用的都去啊 用的 是啊 再加了 这帮人做的 就是这样 那 他说要加多两次 加到7月 才结束加息周期末 那我就有保留了 就是加利 那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 如果 尤其是乌克兰 没有这个 下季大返 激烈改造 没有了下个大反攻 你加利 没意义 是吧 那些子弹 就浪费了 我就认为 那高成了 联储局今年 不会大幅減息 大幅減息 就未必会 开始減息 就会 是啊 你留意一下 这个细节 大幅減息 也有可能出现 是吧 然后 巴菲德 再减持 给阿迪 他 为了政治正确 一直減 他都吃过肥仔 吃过肥仔 他以前买了14元 有没有记错 14还是16元 买的 总之极度低 而且他在股东大会 都说 哎呀 那些 自动驾驶那些 他就看得比较淡 可能他也是 好像当年 看科技股 那样 这件事 上网 科技 好 好 出了个赢得 哦 是啊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其实我们本台都说 自动驾驶的风险 如果真的 纯自动驾驶 对车厂的风险 是大的 所以呢 都要把波推 给司机 要他坐在那里 还有还有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推动着人类生活的科技 是好的 但是 是用家好 未必是producer好 更加一定 不会是所有producer 都好 那你买不买中 那个producer 是第二回事 正所谓 科技股 大家都知道 现在大家用的科技 比当年2000年的时候 很多 全部都是因为当时 有科技股 那些科技累积上去 才有今天这么快乐 用家就快乐 那大体科技股 买下去都快乐 不过 不是每一只都可以的 很多时候 winner take over 而你辟的那只 往往不是中那只的 根据这个造船的邏輯 你辟的那只 99%都是不中的 因为如果那些 街质太多 那只货 那些project 就不让那只做的 那些东西 有馅的人 就不会给他做 有馅的人 就会被自己控制到 那些上市公司做 所以你如果买到 就是应该都不中 这个就是这个游戏 经典的例子就是 2000年的时候 你会买阿乌 还是买谷歌 当然买阿乌 谷歌你都没听过他的名字 那你今时今日用哪一家 你 那些功能这么齐 因为那段时间 老板不断摆东西 让他想到 对不对 所以呢 巴菲特就 踢走比亚迪 我就不知道 比亚迪 可以吗 但肯定一样 其实他用同样的 飙利 我可能觉得 老美那些才是最好的 嗯 没错 然后 元宇宙2035年 Facebook老板就说 为美国贡献 7600亿美元的收入 这样 GDP这样 OK 虚拟到底 他决定 这样 嗯 好了 咦 说实话 如果在元宇宙做买卖 算不算到GDP呢 A君 他算元宇宙的GDP 对 应该元宇宙自己是一个角度来的 那怎么贡献到 很简单 你计算了元宇宙的角度 GDP 然后元宇宙那边 怎样去翻译 那些虚拟的GDP 变回实体GDP 是元宇宙做的 即是你贡献了Matrix Matrix 有多少贡献出来 就不是你做的了 哦 原来是这样 好了 另外 当然香港 我们要知道港元宇宙的拆息 爆升到15年的高位 哇 这件事真的有很大的影响 你怎么看啊 因为这个 美国加息加到这样 你太低息都 维持不了 那些人 有联系汇率 有挂钩 那些人最多会容忍 这个 半厘到一厘的差别 和比债 是吧 以上就容忍不了 因为联系汇率 7.75 去到7.85 中间 大概有一点几%的分别 这个内匯 是吧 所以如果你那个 息差和美国 是一定要少于这个 强方和弱方对付中间的差价 如果不是那些人 就情愿全美金 没错 没错 还有他这里说隔夜差息升 那现在升到什么位置呢 那这个是4.8 还是低过老美的 所以这个真的挺标题党的 是15年新高 好像很厉害 但是你看过去15年也很低 再看 其实还是低过老美 所以一看过去 A军最初都瞎一下 哇 这么大件事 但是我的记忆中好像没那么厉害 看一看 还是低过美国 然后再看过去15年是这样的 所以真的有很多人 被他看完之后 哇 但是其实都不用这么说的 是的 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是没办法 但是 都可以了 这个 必然现象 就是 出来的标题 写15年 就很眼看的 但是内容 应该是这样的 为什么这么奇 是的 对了 那中国10年 国债收益跌破2.7 这个中国保联系 区率就很重要了 那中国10 为什么呢 如果你记得 我们上星期说过 这个中国银行 要减存款利息 就是银行 就是银行 由于放出去 就不容易找客户 收入就下降 又不要放那么贵息出去 持续经济 那你如果人家吃少一点 那你那些 全部都没得吃那么多了 那 于是下调呢 这个存款自律上限 那就是说 银行不能够给那么多 收益户家 那 那些人就这么说 如果存款利息就低了 那10年国债的收益 亦都是低了 什么意思呢 那些人可能说 存款没那么多利息 我就买国债 所以国债需求高了 这样 抢到去到2.7 这个意思 没错 没错 是的 其实国债的 demand 都挺大 是的 还有这个 中国的财金政策 和老美是完全碰转的 在减息的 没错 在减息的状态 你要留意 完全倒转的 我们倒得起 因为我们是没有通胀问题的 是的 我们甚至会有通缩危机 所以 所以 那些人说 搞得这么大件事 其实搞得这么大件事 那个是老美 是他有通胀问题 所以他要识口 要扯上 我们现在应付的是 有机会出现的通缩问题 但其实未算出现的 现在我们还跌得起 是的 所以 如果你说老美是加息 导致衰退 逻辑上 我们中央就减息 导致经济飽升 就是这样 反正的意思 那 索罗斯前军司 阿斯丁 就说 他就说 你美国经济向着衰退 出发 将会出现硬着陆 那怎么办 硬着陆 失业超过5% 还有企业来源 倒退20% 那这个是有的了 企业来源 倒退20% 都不少 是吧 一滴滴离 那些 就是越是 那些 就开始现形了 那这个 尤其是这个股价呢 估计了 那股价很高的 那些 就开始来了 那我们要理一下公司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伯伯都快来70岁了 他和这个索罗斯 管理他的家族基金 10年 那他都没有投资建议 很难有具体的投资建议 那 那就是不用搞 那跟我们的立场一样都搞 是不是 等了什么呢 等它 等它爆了 不爆不动 是不是 很简单 等它爆了 那另外 ING 那这次呢 就是下一个逻辑就对了 那全球经济情况惡化 就拖累中国经济了 就是这样的原因 中国经济呢 就不够快 就不是中国本身的问题 是那些 trading partner 有问题了 嗯 嗯 内地四月出口二年增长8.5% 那就多生意做了 进口就缩 那一般就说 那进口缩 那你当然是本地经济不行 所以缩 原本你 闭上眼就会这样说的 本地的人都没有钱了 当然缩 但是呢 你细看这些出入口的数据 它有些东西看的 A军是不是 有什么样子呢 就是呢 应该是 入口少了些车 出口多了些很多电动车 是 入口少了些日本车 是 但我们都说过了 Benz和日本车都是少了 是这个 在什么 在广州那里 还有啊 现在多了些新三样出口 什么呢 新三样出口呢 就是光伏 这个里电池 还有太阳 还有新能源车 是啊 还有呢 这个芯片也不用入那么多 是啊 而且芯片呢 刚才呢 我们也有开咪前提过 现在呢 是7和10的比例 的 就是什么70呢 就是呢 我们呢 就 出口7件 就入口10件 这样 那样 那些呢 多数是14纳米 那些 那些就不是手机用 就什么都用得 那 A军都经常说那句 这些叫做 相对被人说是中至LOTEC的芯片 其实才是整个芯片叶的脊骨 简单点说 这个才是蛋糕 好不好吃的呢 或者你有没有 bonus 派呢 就是靠那些 手机 二纳米 三纳米 那些是芯片的 但是呢 你整间公司 是不是允许着生存 其实是靠中低档的芯片的 哇 是啊 听说呢 这个什么EUV 都就是砌了 哇 是啊 其实呢 就已经是攻黑了 就有一些难关的了 那所以可以说 现在呢 我们就已经逐步逐步 就立了 刚才所说的 中至低档的 一些芯片的市场 那只要呢 是Secure了这个市场 其实其他那些呢 就会因为 没有了这个蛋糕呢 就不能够再有钱呢 re-infest上去 那它自己呢 那它自己呢 最贵的那些呢 都开始被拖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 有机会 就可以 弯道超车 是啊 就是这样的情况呢 那 另外 那美银 降游预测 这个我们都跟你说过了 整个金融危机在这里呢 最合理的年销 大打当然是立刻压油价 这个是 压空胀的首要的任务 就是压油价了 于是美银呢 就见 联储夷就不断加息 他假扮无辜 一早知道这些人 对吧 哈哈哈哈 那美国债务上 限油价不行 那经济又不行 经济又不行 经济又不行 一早跟你说了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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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没错 我们差不多应该是 全个行业里面 第一批就说 年底可能要减息 那批来的 但是呢 他的问题是 他们是 去年没什么大冲击的时候 那些大企业都裁缘了 那我们呢 和一般人看法是相反的 我们反而是看那些人做了这样的行为 导致经济衰退 而不是经济衰退 所以裁缘 我们是变回转的 所以就于那些人裁缘 那经济肯定衰退的 好了 那于是乎呢 那油价就是会 目标价入800到80 那经济差一定是搞定了 那尽量去到压了 那橙油国呢 就再减这个橙 来顶住了 而另外呢 美国呢 就是田 田战略四有储备 那他都说明七零二元左右 入了 那他都等不到七零三多级了 那他的做法呢 好像高位出货低位入货那样 Exactly 是这样 所以他们 整个国家都在做这些东西 银行银行造政府 这个政府都在做抹馆前的买卖 在炒东西 那他自己不炒 自己笨实 是 那这样 每个都在炒东西 没有人做事 就是这样 所以 产业中空是他自己搞成的 还要这样才能赚到钱 是啊 所以就是上集 我们提到 沙利文反思美国的问题 竟然他觉得 自由经济是 最大问题的根源 你们查一下报导 我看到也觉得很有道理 他不愧是美国的精英 我也要佩服一下他 竟然身处其中也提到问题 巴菲德这个老奸巨 他減持这个说法龙 但是我们本台对他的评价 是这么多个台最坏的 哈哈哈哈 古神啊 哇 眼光独到啊 我们就说 哇 内幕消息啊 神君啊 是啊 他 Da combiné 但现在还是猜的 剿石游 鼓你们睿透的 你们都看法 你也是減持了 在那里 眼前好像六十亿美金 h cetera 少人民的 对呀 一般 是香妲 英国的 ół��� aux � These gifted teachers 这道师座 是啊 那比亚迪 鼓有其 原因 鼓雪伐露 都有其 的原因 政治正确 是啊 那这个是 spreads 这个颜僕 这个是大的 馬壓油減會無謂君子不立,勵場之下 更何況你早知道,大哥要這樣做,當然要閃 所以說這幾個跡象加起來 他就說,我們增持西方石油的10億的股份 你就是不應被視為看淡,能源股 但是大哥,你估130億,這裡買回10億 那數字搞不定,而且它的買賣不是這麼簡單 總之不只是看盈利,你這樣想就行了 看大小多的,有些也要幫人 你怎知道這麼多東西,你們這些大省 你想得這麼多,全部都想賺錢的行為,不會這樣 沙特亞美首季業績都順如期了 第一季,盈利按年下跌了兩成 跟市場預期低一點,派息就增加了 政府就拿上九成沙特亞美的股權 所以這隻肯定會派息,因為政府要用錢 這隻肯定很猛,肯定會來 這隻肯定會去追蹤 這個瑞銀就說,瑞信那個CEO 即是誰CEO呢? 即是沙特國家銀行 既然他覺得他很老實那個,被他洞了10億那個 知道誰 這個 這個人立了大功 繼而可以進入集團領導層 不知道坐得多久 好了 另外呢 中指研究院他就說 房地產呢 那些這樣的房企呢 非銀行融資下跌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呢 沒有什麼人買來房債 已經 他不是說想 貼在銀行 那個這樣的 可能人家的資格會高一點 所以呢 所以呢 都不是那麼容易借到錢 唯有繼續黏住銀行 簡單來說 是否會脫掉 是嗎? 之前就是裏派產品 那樣脫掉了 是嗎? 現在都搞不定 大哥啊 風聲學淚 這個又說Hair Cut 那個又說收不到數 那些債券等等的融資 找鬼去買什麼 你現在出身債 舊債啊 都怕你Default 所以你說出身債去融資 即是非銀融資 這些你真的不用怎麼想的了 似乎是想太多了 似乎是這樣 然後呢 繼而呢 我們就看一下 而本港呢 15%中小企呢 就覺得難些借錢了 大哥 這個正常的運 是吧? 15%差? 是啊 那有些人 因為有些人覺得 比上一季審慎了 你新來的嗎? 你第二季第一季跑數 一早借 不要樓市不花 你們這些蛋賞 你要等到自己要用錢才借 第一季就去 你要借啊 第一季做事 銀行是這樣的 大哥 你不要等到第四季才去借 神不借給你 不苦吃都沒有 人家做quota的時候 你又不想去問人 人家做quota 借了給人的時候 就在問人 你當然是難借啦 哥哥 所以我認為 他的問題是自己拿來的 這個螞蟻真是無妄之災 這個螞蟻原本可能是拿借貸牌 銀行牌之類的 一路正規化 誰知道 我們記得 我們之前報導過 中央規管金融業 要重組洗牌 有些人還要直接報告給國務員 那麻煩了 這個螞蟻金服的牌照 如果遞了上去的形式 就石沉大海 不知道還是不是那個人負責 原來那個拿捏人已經不同了 現在是直接跟中央談 不是我們國務院 那一段是國務院的 那一段是國務院的 那一段是你直接給習近平的 所以如此類推 你一定要等 沒辦法 黑氣上來就是這樣 更何況還有一件事 可能有些人就小小聲跟他說 這樣吧 你先搞定完 孫正義那裏 那裏 那裏再拆回他 總之 你現在一大塊東西 我就不知道怎麼搞了 你把螞蟻拆回他 跟著不同牌照 那裏就可以了 不過你這樣拆之前 記得先搞定孫正義 我搞定孫正義 我不是說 你把螞蟻拆回他 搞定是傾益 真的 哦 這樣啊 都不是那麼容易 鬆一點 這樣啊 那你已經受阻了 鬆一點 對啦 就是這樣的情況 好啦 嗯 是啊 那就黑仔 唯有 蓋坦一下 那幣安就嚴重了 如果你昨天有印象 看到Bitcoin大跌7% 下個星期 哎呀 他又搞什麼 這麼幣呢 那他無端端呢 他呢 就是 說 擠塞 太多人要捉Bitcoin 是 因為之前如果你記得 這個Binance 找銀行去對數 那些銀行都不敢搞 是啊 那些人就唯有拿回Bitcoin 這樣 你明白嗎 然後在街上吹 我拿不到現金 拿回Bitcoin也好 哎呀 這次糟了 那拿不到Bitcoin 那怎麼辦 然後呢 暫停比特幣提取 跟銀行停止提款一樣 是呀 這個擠提 那真是GG 這個人最大的艱難 聽說 但是我又有個小問題 什麼事呢 銀行呢 不給別人去提款 就因為那些錢 借了去給別人 那很正常的借貸 但是你幣安不是做custody的嗎 幣安 蛤 那他不會借錢 給別人finance的 是吧 很難說 有機會 那些B幣借給別人去finance 那樣 然後用B幣去建一層樓 應該用B幣向銀行壓住 那些客戶大一點 是有的 哦 有機會是repledge risk 就不是去了real economy 而是去踏上踏上再踏上 都是虛擬那隻 現在就發現衰了 那發現踏上得多 就阻礙別人去拿回Bitcoin 對 對 哦 他是虛擬之上 還要10個棺材 9個板 兼且量水出去 高漲 怪人之錦 其實所有發達的人都有邏輯行為 去到最盡 對不對 那聯儲局的理事就說 哎呀 氣候轉變都影響不到金融穩定 那現在不空搞了 哎呀 就不是這麼急 這件事還要你不急 就說沒事 不死得住 任由他先下過 哈哈 他在搞人的時候 就說這件事很急 他自己都還沒搞定的時候 就說 其實不是很急 你可以的 哈哈哈 接著 回控開始回購了 回購大概是60元附近的價錢 上次做得不適合 近高位回購 這次看看 這樣 接著有嚴重的事情 原來加州 欠聯邦政府的錢不還 186億 哇 真的第一個不還錢的 竟然不是聯邦政府 而是地方政府 地方債是不是爆 哎呀 先放一包花生吃一下 不過 他的方法就是 欠聯邦政府錢 長命債就長命還 於是 這樣的聯邦政府 有個叫做失業的稅率 就由0.6 加多0.3 就只要加稅 只要加稅填藤 這樣的意思 如果州政府不給 就是民眾給回購 這樣的意思 這樣 這樣也可以 不過 這些地方這樣出事的話 都可以說 大家都看到 老美的經濟 真的有多嚴重 是啊 因為債的錢 其實是他自己用的 就是他用來救回 自己失業的民眾 那就不給了 那些人 那些人 就有公司給了 公司給了 公司給了 這個 unemployment tax 這樣 另外有一件事 金會無緣無故 這陣子有人彈出來 那這件事 那這件事 都夠夠的 3月底 有一個這樣的事 這個報道就不廣泛 那不廣泛 那不廣泛 就沒有什麼大報 但是這些這麼陰暗的新聞 沒有大報報 也是正常的 所以就跟你說一下 那些金是長期都升不起的 令到人們有點失望 那我們就說 老美當然想你拿美金 不要拿黃金 有什麼事 如果每個人都拿黃金避險 那老美的美金就變廢紙 那似乎 有人研究發現 這個細魔友是Demon 挺紅的 你看看它 它根本是做了大量的空倉 是黃金 那這個細魔做的空倉 那個這樣的合約的size 合約的總值 簡直大過銀行的總資產 總之是不是都沽空黃金 這樣 哦 它當然是看到加息很厲害 於是就不停沽空黃金 但是現在就發現 有銀行危機出現 於是加息開始要扔迫力 那它怎麼辦呢 人算不如天算 不過不會的 它做到市的 到時就側個低位1900元的蘋果 難怪不知那些金也上不了 2050又見到頂 然後要坐到2000元左右 哦 是啊 大黨人幫它 口術都出賣 是嗎 你too big to fail 豪島也沒問題的 資本主義社會是這樣的 資本大了 今晚它失敗了 又要政府貼回 是不是 絕對是不行 所以政府也曾經幫它做事 比付錢更好 是啊 所以我幫你做 然後你慢慢退出來 你不要大問題 大哥 地方銀行也是這樣 那麼我們怎麼做資本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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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這樣的問題 那麼這個呢 就是 天面證實了 可以這樣當是 其實這個黃金是長期被造空的 沒錯 政治任務 是 政治任務來的 所以我們早就說了 一個有 是不是 有一個是燈神 九牛二古之 你也打它下去 是不是 黃金其實是看政治的 為什麼你說 財經ABC不用看圖 是不是這樣說 沒有看圖 我們藉口 因為其實是不用的 你的動作是先有個圖 是不是 沒錯 你的圖見都已經做完了 其實 那所以呢 就是猜測它背後的博弈邏輯 那這些呢 都是側面證明了 我們的推論 是不是 和你分享一下 然後另外 到最後了 最後就是 那麼中東皇室呢 都是受過良好的比息教育 是不是 A骨 嘩 嘩 嘩 他就太厲害了 他呢 就是壓著美國經濟衰退 做空幾十億美股 那 那你說 可以不可以呢 不知道會不會夾死它才下跌呢 都會的 不過這樣 他的袋子夠深 夠多錢夾它不死的 是不是 夾它不死 他的袋子是深 但是一件事 你千萬不要找那些性高啊那些 去做你的advisor 要不然你幾深都好 被人數盤呢 你都是high high G 那死硬了 通了天了 這個盤已經不死了 那所以我認為呢 這個美股是有一段上升的壓力 基本上是 正所謂呢 你是不是抓煙呢 不要緊 最緊要不要讓對家看到你的底牌 是啊 不過中東皇室 隔於這個屁股夠厚 而且他做空 不是做衍生工具 做空 條命就長一點 是吧 沒錯 衍生工具就是 到期日給人家 一個清算很受報 總之夾到你呢 要交收那天 你都未曾搞定的 那你就抱歉了 之後那天掉了也不關你的事 所以專業看探的人 他是做空 不會做衍生的 其實 他直接會做空的 不會被人家 到期那時候 撕掉他 震他兩天撕掉他 那就不值了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先說一下吧 深說一下吧 深說一下就是 內地的經濟都挺強勁 內地的金融政策 和老美是相反的 沒錯 因為我們沒有通脹的壓力 我們是要有 stimulate growth的動力 要彈上去 所以我們是pro growth的減少 但是老美 是不是都要加下息線 除非大領落的時候 油價就是 又出手就出手做淡 金價長期被操縱 這個非常聰明的沙特狼 不知道有沒有食糊呢 這些故事教訓你 我經常見到年輕人 他就說 你給我這樣的Terminal 也不夠快 我就想說 這麼快做什麼呢 其實 這個大戶做的交易 你必定是慢的 看著你來吃 慢才可以 等你先走棋 他才是 用一個大棋 一次過吃了你 所以 你發現自己 九成看錯事 是非常之正常的 沒錯 還有 斯君 我想說 他們快不快 我不知道 但是他看著你來吃 就肯定是真的 所以你的快慢 不是重點來的 因為你快慢也是被人看著你吃 你應該在想 你怎樣被人看著你 也不用被人吃得那麼精 沒錯 就是這樣 對 所以要說快慢 其實你從頭到尾的概念錯了 你應該是從頭到尾想著 你每一個盤都是被人看著 但是為什麼你不會被人吃 因為你跟它是同步 或者你被大戶先走 你跟著 那你就有機會了 所以錢也沒有搞錯 或者你的盤夠小 他也免得搞你 哈哈哈哈 你帶著一點點 他也要先吃你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就知道了 沒錯沒錯 今天連這個快慢的秘密都說了 所以真的是 有趕你台 沒有窮人 今天說到這裡 拜拜